小泉 喝吧 我带你去见南方的祖祀医生 姐 您不是上签 你说 你说我动了什么孽啊 话又在我儿子身上了 大姐 大姐 你听我说 他才二十岁 还不能这辈子就这么毁了 小姐 你先别着急 相信医生 是好奇 别难过了 自己注意生活 子弹正好打中最上面这个腰椎 而且穿透了脊髓 现在的情况不是很乐观 你能告诉我 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吗 最坏的结果是四肢失去功能 目前 他的双下肢已经失去知觉 应该会瘫痪 你是说 他再也站不起来了 是的 以现在的医学水平 不可能治愈这样的伤势 我们也感到非常遗憾 特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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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点点滴滴梦里 心爱的心 未曾平息 时间的眼来一滴 落下竟如此美丽 遇上了岁月的呼吸 化解了凝结的回忆 用一身寻找自己 心里 心里 那宁静的痕迹 揣摸你暮光的日子里 温暮光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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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你 风吹过的气 点点滴滴梦里 心爱的心 未曾平行 愿暮光的日子里 时间的眼泪一滴 落下竟如此美丽 咬上了歲月的呼吸 化解了凝結的回憶 用一身尋找自己 心底那寧靜的痕跡 折磨你目光的日子裡 溫暖不止是記憶 刘叔叔後來告訴我 那名警衛員也因為失職 永遠離開了部隊 我不光害了我的親弟弟 還有一位素不相識的年輕戰士 其實在聽到南方 永遠站不起來的那一刻 我已經知道 自己再無任何怨恨的機會 和權利 面對如此慘痛的結果 唯一的解釋是 我自己打開了生活中 潘多拉盒子 如果有機會可以重來 我寧可自己永墮地獄 直至萬劫不復 一般來說 申請的都是高年級的學生 或者是畢業生 你才剛剛大二啊 你想好了嗎 想好了 我一定要到最艱苦的地方去 好 院裡會認真研究你的深情 你現在上課去吧 我不上課了 我已經下定決心 如果學校不批准 我就自己到邊疆去 小玉 小玉 再見了 我會想你的 小玉應該知道 給我們寫心哦 小玉再見 小玉 小玉 小大哥 來 吃的你拿著 謝謝 保持聯繫啊 到了那邊有什麼困難 你就給我寫信 幫我多去看看南方 他需要朋友 放心吧我會的 路上小心點 尬試 你可以啊 Planet 中文字幕——YK 师父 有没有去青云的车啊 大半夜的谁去那个鬼地方啊 IC 天娘 之后 离开 和快 等我一下 北京来的吗 您是 我机械厂的 你好 我叫杨小艺 这是我的介绍信 别拿介绍信了 我一看我就知道你是杨小艺 就你这小模样 我们这县城里独一份 我是机械厂政工务的主任 我姓陈 你就叫我陈主任 你好 陈主任 车来晚了 走吧 来 这儿 来 来 到里边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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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非 走 走 走 雨 回合 在北京犯错误了 错误犯的挺严重是吧 像你这种人就得到我们这种地方来改造改造 小杨老师你刚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情况 我们这个厂的全称是永华机械厂 是一个军工企业 我们青云县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县 有很多的进攻企业 你来分配的工作是厂医的助理 但是按照规定必须下到基层去锻炼 毛主席教了我们说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你只有跟工人群众打成一片 才能很好地为他们服务 这个道理懂吗 这是五车舰 使我们厂的先进车舰 我带你参观一下 来 四方 听说咱们这里来了个狐狸精 你知道谁吗 你不知道啊 就是那个新来的杨晓逸呀 听说她在大学里就晾港男人 犯了作风错误 才被吓放过来的 真的假的 县里去北京招人的干部 回来亲口说的 那会有假啊 好 今天的政治学习就到这儿结束了 好 别走 别走 都别走 都坐下 都坐下 坐下 坐下 我还有些题外话 今天 我要不点名地 批评某位新来的图纸 是 你 到这儿来快一个多月了吧 为什么没有跟工人群众 打成一片呢 这是什么问题呀 这不是态度问题 思想上出现问题了 你的答案我看过 你在北京读书的时候犯过错误 犯过很严重的错误 这就要使自己在离婚深处 好好地反省自己 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我们有些知识分子 总以为自己读了一些书 多会几个字 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网易党的政策 你是什么人 你不就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青年吗 你能干什么 在北京那个大学里面 受了一些坏风气的影响 现在到我们工人中间来了 就要好好地向工人阶级学习 工人阶级的革命 是最彻底的革命 工人阶级可以领导一切 这是一个硬道理 你要在学习当中反省自己 尽快地使自己成熟起来 这样才能走向革命的阳关大道 越走越宽 阿萨慧 小艺啊 小艺 原来你犯的是这个错误啊 我还以为 以为你是这儿有问题呢 你别看我啊 这谣言都是他谣的 我看你是乌鸦落珠身 光看人家黑了 小艺啊 我告诉你啊 他可骂过你是 是扫狐狸精啊 我撕了你的嘴巴 谁说了 今天我验了咸菜带来了 咱们去吃饭吧 对对对 我还带了腊肉呢 走走走走 小艺来 拿好了啊 走走走 老小艺 坐 陈主任 我新发的工资 买的衣料 不知道怎么表达 您不会见怪吧 你说你 这块衣料也不便宜 得花半个月的工资吧 下班日子不过了 我有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谢谢您 小艺啊 我跟你说 我们这儿跟北京都一样 看出来了吧 你要是有生活作风问题 人家能用唾尾巴你给淹死了 你要是像现在这样的话 反正人家都总请你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这些工人同志 我做了十几年的政治思想工作了 你说我说他们什么好呢 没吃饭呢吧 小艺 没吃 我也没吃 咱们俩一起包饺子 好吧 主任 那个香框里的小孩是谁啊 那是我女儿 跟你一般大 个子比你高 个子比你高 十五岁那年 就被部队招去打球了 后来受了伤 不能参加比赛 就到了工程兵部队 去修那个成坤铁路了 小艺啊 你说到我们青云这条路 不好走 艰难 可是我告诉你 我女儿说了 成坤铁路 比我们这儿 要艰难一万倍啊 她要修多少桥 要打多少隧道 数都数不清 对了 你等会儿啊 最近她刚来进 你来 我给你看 看她修到哪儿了 刚来的 你看 观村霸隧道 你来 我给主意补上啊 咱们先把成都给成了 这儿 大概在这儿 你看看 观村霸 主任 你女儿真了不起啊 来 小鱼来 吃酒 主任 我忘了问你 女儿叫什么名字 她叫梁佩英 是不是像个男孩名字 我们家佩英小的时候就怪我 妈 妈你给我起了个什么名字 像个假小子男听死了 喝 喝 我们家佩英在的时候 也经常我们娘俩一块包饺子 来 小鱼 吃 别客气啊 老鼠 怎么了 我告诉你 小叶 我们这儿老鼠可多了 刚来的时候 那老鼠总有两尺长 你们宿舍也有老鼠吧 你等会儿啊 我给你找个老鼠夹子 我跟你说啊 用的时候先用火聊一下 要不然这只老鼠闻得上一只耗子的味儿 它就不上钩 惊着呢 小心点啊 主任 嗯 这与老鼠家跟我高中同学发明的一模一样啊 这是我们这儿一个轻功发明的 好使着呢 现在全线推广 用的时候当心一点别夹着手了啊 亲爱的妈妈 你好 一直没有告诉您 我申请到青云县已经一个半月了 我在这里的工作和生活一切都好 工人师父们对我非常好 尤其是我所在班族的秦师傅 还有新任的两个师兄 今天发了头一个月的工资 我给您寄回去一些 钱不多 但这是女儿有生以来 通过劳动挣到的第一笔钱 您可以买件衣服 再给饶叔叔买瓶好酒 或者你和饶叔叔一起去吃顿饭 就算庆祝女儿就此自食其力了 今天是星期天 我在正工部陈主任的家里 吃了一顿饺子 陈主任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 女儿和我同岁 是铁道工程兵 常年不在他身边 他让我常去他们家玩 他说他很寂寞 听他说到这些 我突然觉得 有饶叔叔在您身边 真好 今天去常办 他又给我念信了 念得活灵活现的 说都修到什么官村罢了 弄得我这后几粮 一个劲都发凉 他说什么你就听着 他也怪可怜的 你们是说陈主任吗 小姑娘家家的 别管啊 我知道啊 陈主任女儿给他来信了吧 他女儿不是在当铁道兵 在修成坤铁路吗 你听陈主任说的 他还说什么了 说他女儿年年立功受奖 二十一岁就入党了 哪问你这个 我是问 他有没有说 他女儿现在在哪儿 现在在修铁路啊 那封信我也看见了 那信是假的 他女儿已经死了 你说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遍 思想觉悟怎么提高 要动动脑呢 他们告诉我 陈主任的女儿早在一年前 被埋在突然塌方的隧道中 同他一起牺牲的 还有建设陈坤县的 几十命功成零 看着陈主任 我突然感觉 世间的痛苦 其实无处不在 最重要的 是抬头往前走 其实蓝天一直都在 你的心是灰色的 眼睛也就是灰色的 看不到蓝天 我暗暗告诉自己 一定要走出灰色 走进风和日丽 你看 又来 你会来 这是千宗的外秀 革命军人 downward 我对哥面经认过敏 过敏 你看看啊 这一个班都是我给你介绍的对象 干什么干什么 这孩子老大不小的了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配音都两岁了 你跟我说说 想找啥样的对象 行了您就别操心了 我得赶紧下车煎给他们送药了 你这 我得赶紧下车煎我 你这 也在家里面 我得赶紧下车煎给你们 我的练乱 都是说的 我们爱你 是变成的 例如 我得每个《主要的带前志》 你不听什么 我得 Elsa 你不听什么 我ренが听说 对我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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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事 你别说啊 这药啊 还真管用啊 我这药啊 值了不少了 再坚持一个月 效果会更好 师傅 难为你了 小姨 应该的 师傅 好了 行吧 好 师傅 那我先走了啊 好 慢慢走啊 师傅 我还给你小姨 师哥 问你 这礼拜六晚上有空没有 有事吗 那个 我没想约你看电影 那个 大理老理和小李 清云还有电影院呢 有啊 就是有点远 在郊区部队里躺的 小杨 你师哥们请你看电影 你可得打扮得漂亮点啊 停电压场了 我们在这等会儿吧 嗯 哎呀 这八一里躺也停电啊 早知道把咱查发电机给他们拿来了 来 开场 v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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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来来来 我们就会看 来来 sip 来来 好 来 tin 泻 哎 怎么了 哎 下鱼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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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毛病吗 下什么鱼啊 笑死我了 大理做广播体操 那小辫子甩得还真好看啊 真逗 我觉得我们应该跟常理建议 让他们多买些球拍还有篮球 这样又能锻炼身体 还能丰富业余生活呢 哎呀 常理不是没有组织过 可我们这群人啊也惯了 有组织无纪律 每天每日风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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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组织无纪律美国 开灶的世界 没有力量 就是以后登场那群人 这一方 有组织无纪律美国 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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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那谁啊 好像是我高中同学 不会吧 你的高中同学怎么会在这啊 对啊 对啊 我怎么听着有个女的叫你名字啊 哪儿女的叫我名字啊 真的啊 好像长得还不错呢 你拉倒吧你 清云哪儿长得不错呢 赶紧走 太像了 好 别你睡了 你怎么这么去给我们换 时间不就放开 小一啊 听师母说 你喜欢吃鱼啊 明天是礼拜天 我们给你捞鱼去 清云能捞着鱼吗 能啊 虽然我们这儿没有大吃大喝的 但是小食堂还是有一个的 就是 我 吓死我了 啥东西啊 我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 明哥 机械厂那帮家伙又来炸鱼了 你看怎么办 我 还是我的办法好吧 你小的还真有两手 嗯 嗯 吴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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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一喊你肯定能出来 你去 你去 真是师哥 快 你去 你去 师哥 快快快 你去 看 没逗你吧 我们捞的 这么小的鱼啊 来 尝尝我见那鱼 师傅他们呢 你别管他们了 杨姨 我问你点事 你可要如实回答我 你说 嗯 你来休息多长时间了 应该有七个月了吧 那你认识我们多长时间了 七个月 七个月 二百多个战斗的日日夜夜 嗯 我说杨姨同志 你就没 觉出点什么来吗 觉出什么呀 你没觉得咱们大师哥 对你 有点那个意思 大师哥面子爱 不好意思说 所以呢 我 我帮他跟你说 他是想跟你建立 比同志更近一步的 革命友谊啊 没听见啊 我什么都没听见 我就知道你不同意 大师兄的事 就到此为止了 现在可该轮到二师兄了啊 小姨 其实我觉得吧 咱们两个 比你和大师兄合适 你觉得呢 你小子说什么了你 你给我过来 师哥 师哥 站住 师父都说了 肥水不流外人天 你 你给我站住吧你 站住 这帮小子 都是赖蛤蛤蛤小吃天鹅肉 就是 咱们小杨要是找对象呀 怎么也得是个干部 哪就轮得到他们了 就是 快 小杨大夫啊 快 快 快 他都没打亮了 打架了 对 被迷惑场那帮家伙打了 怎么了 这事没玩 我们正准备集合收拾他们呢 这边你先照顾着 走 快 打架了 对 我看看 对 被迷惑场那帮家伙打了 哎呦 这是没玩 这边你先照顾着 怎么着吧 他赶到我们 炒的池塘来炸鱼 打他那是亲的 就是啊 这个池塘又不是你们的 是大家的 来我们迷惑场前的 就是我们的 对 对 二师哥 二师哥 他到我们地盘来炸鱼 是不是以为我们 他们好欺负啊 就是 这个是真的 霸道啊 二师哥 二师哥 你要干什么 还要打架 妙艺 你回去 这没你的事 什么回去的 你要干什么呀 都这样了 小医 你这两个场的事 早晚得解决 你赶快回去 就因为是两个场的事 两个场的人要团结嘛 你们又不是小孩子了 我们是不是小孩子呀 也没想愿意 跟他过家家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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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行了行了 你看他把我师哥 头都打破了 那手里还拿着家伙 再这么打下去 要出人命的 这你出了人命 就不是两个场的事了 那要进派出所 要坐牢子 知不知道 机械厂来了 那个女政委 是啊 是啊 你们这一场是不是 没人了 没人了 谁赢了 我兵都下来了 是吗 是 再说一遍 是 再说一遍 小医 你别说了 你回去 打 打 打 住手 补思民 子威 rt Nikato 唯 其 我跟你说 好像 е 但是 骗了 他是你高中同学 就是比那时候黑了壮了还高了 但是肯定是五四名 你这个同学不简单 他是霓虹灯响的青空头 特别能打架 他们那伙人号称是 打遍陈南无敌手 什么 他在学校那会也这样吗 等着 等他 我是把你师弟给开瓢了 可你师弟不是把我手指头 也打折了吗 我们都是不打不相识嘛 都是阶级兄弟 以后就是一家亲了 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抢了场衣杨晓逸 和你们抢了五四名 是高中同学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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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哥还念过高中呢 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我们是一个高中的 还是同班同学呢 那天我就看出来了 明哥肯定认识你 不然他不会让我们撤的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我想见见他 比如说 五四名 真的是你 不认识我了 我是阳晓逸 来 吴思敏 来 吴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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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在这里的永华机械厂上班 都半年多了 你为什么要来请我 我来支援的 你真有知性 放着大城市不带 跑到我们这穷山沟里 我们是不是没给你束杯力转 我看你是来找悠悦干的 吴思敏 傻叫 我不管你来干什么 离我原理 万万没有想到 我居然在这里看到了吴思敏 原来青云就是他的老家 这可能 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吧 吴思敏变化很大 他已经从当年的高中生 长成了一个空无有力的男人 眼神中 也多了很多陌生的东西 而且 看得出来 他还在记恨我 记恨五年前 发生在永长的那件事 因为那件事 改变了他的人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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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嘛 他住在机械厂的单身宿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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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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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跟霓虹登场的正宫科长打听过了 你的那位同学姓武 在他们衣车间工作 是个生产能手 还是个小发明家 我们县里的那个老鼠家子 就是他发明的 我就知道 他上学的时候就是心灵手巧 别为他说了 我告诉你 他这个人优点和缺点并存 在厂里啊 喜欢大家都 是厂里有名的小刺头 我还打听了 他们家就他一个城市户口 其他都是农村户口 靠他一个人挣钱 他爸爸呢 喜欢喝酒 他妈妈还瘫在床上呢 家庭经济情况不怎么样 你要好好珍重一下 我快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